就在这里我摸到了一颗硬硬的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梅 我妈喉咙里面长了一颗大豆 硬硬的而且还特别痛 今天我要带我妈去医院检查一下了 顺便看一下她的牙齿 我妈助牙也痛得特别厉害 我妈说做完早饭吃了再去 今天早上就吃茄子 茄子了 也没有什么吃的了 我家好多茄子 这些茄子上都烂了 这个茄子老了要削皮才能吃 我爸很喜欢吃这个茄子羹 他说味道不一样 所以每次他都会叫我溜着 这个羹太硬了 我先炒 我的小猫找到了 昨晚上我跟我爹挨家挨户的找 最后我们再炒虫找到它了 还好没有跑远 这是昨晚上炒的茄子 把它放一起炒了 这个也是昨晚上的剩菜 一会再放点菜 还有吃那个茄子就可以了 你不吃吧 你在干什么 我也要吃这个 像鸡腿一样 这个小猫不吃肥肉 专门吃瘦肉 你吃饭了没有 刚刚吃 你们吃了没有 我们也吃了 我叫小林跟我带我妈去医院 什么时候去 马上就去了 天气挺冷的 我妈非得要穿她这个花花鞋 劝她她不踢 这双鞋是我大爷做给我妈的 我妈找一下她的身份证 等我妈梳头一下 然后我们就走了 我们现在已经到镇上了 镇上有医院 这里面 医生就给配了这两种药 还有一种药 他叫我们去外面的药店买 我妈喉咙痛是因为牙齦盐 然后引起的关节肿 医生是这样子说的 她说用不着拔那个牙齿 然后她就给我们配药了 本来是牙齿痛的 我妈突然说这里长了一颗又大又肿 然后又痛 害得心慌了好几天 也虚情一场 小林进去买药就可以了 医生配药的话 那就先吃两三天药 看一下好不好吧 今天风挺大的 还要带个围巾 这些药我都已经翻出来看了 现在给我妈吃药 有吃的也有外用的 我妈把一碗水都给喝完了 这个是含在嘴巴就可以了 含完那个还有这个 这个是粉末状的 希望我妈用药了就好了 如果实在不好的话 只能去到县城里面看一下了